你好 我是高兴的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带给你开心的一天 今天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将要为你分享到的是 金牛区金犬这边拍名第13的一个美式 相信他能够做到拍名第13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么具体是什么 走吧 我带你们详细的一起看一下 那边有啥子面呢 生姿是可以吃干的 你咱就说拍个 干拌的吧 几点的干 二两 然后黑面切好的呢 你咱就说拍 再帮我加一份鸡杂 加一份鸡杂再加个点的 鸡杂 他这个应该是炒的鸡杂 然后肉渣渣 荣物特别多 鸡杂起来一块一块的 然后里面有豆瓣酱 然后我家里有份鸡杂 炒酱团炒酱炒酱 然后里面还有鸡海菌吧 然后鸡腥 还有海鸡菌肝 先试试啊 它面里面全是生酸汁香味 有反正鸡炸 所以它有泡椒的那种味道 口感非常的成熟 来试一下它们的孙子 它们的孙子有脆 而且还有非常明显的香料味道 它能够把孙子原本的清香 给它保留的同时 为它更多的温和香味 它这个鸡蛋煎的汤鸡蛋 非常的好吃 它这个面就像是一个草原 然后勺子 然后还有鸡杂这些 应该就像是一瓶菌嘛 然后让你在草原上面吃 吃成去奔腾 我觉得最惊艳的应该是它的哨子 而不是它的面 来当你一口面 一口哨子 奔和起来 一口吃下去的时候 哇 我倒一点点酥了 稍倒一点 我如果下次再来吃这个面的话 我一定是来一两面 然后加三份勺子 把勺子捐闷 老板你这个是啥子 今天是什么劲 再给你看一下那个 啊 哦哦哦 哪一种好吃一点 驴肉是鲸鱼 驴肉可能从清朝肯夕年间 已经有了一套 驴肉火烧是吧 对对对 驴肉火烧 那可以来一个 好的 驴肉的 驴肉火烧 我一直听过 但是没有看 没有吃过 火烧 我里边夹驴肉上 驴肉关键好吃 天上浓又地上驴肉嘛 而且我也从来没吃过驴肉 尝一下驴肉 对 好吃 吃过驴肉以后 你就不觉得牛肉好吃了 因为你发生了 我看你这个好像是 像千森饼那种挺酥的呀 好酥脆的 游出千棱饼 有些 还没有火烧 夹这么多 这么多吗 嗯 呵呵 安堆的吧 那边小区里有个赛哥是河北保定的 啊 他家 他叔叔在家里就开始驴肉火烧管 然后他来到成都以后 爱吃这一口 我才差五天啊 他就 出去找驴肉火烧吃 但这个在成都这边应该不太好买的吧 后来遇到了我 我们就现在就互相加了微信 啊 聊了 聊了他吃的时候他就联系我 在哪儿了 怎么回事 嗯 后来聊熟了 他才说了 他说你这驴肉火烧好实在的 你这驴肉火烧一个火烧夹的肉 驴肉别夹两个火烧夹的肉 驴肉火烧 还有汤汁吗 对 火烧就是要灌点汤汁的 这个是这个啥 麻辣烫 麻辣烫的那种 豆腐炒 哦 哦 他这个冰子跟那个成都这边的锅盔 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是一千层饼这种 然后 还是挺薄的 而且感觉它里面也是非常的软 有点像是那种豆皮 就豆筋那种 那种质感 我先试试哈 这个驴肉真的好香啊 而且它这个应该是鲁锅的驴肉 然后再配上青椒 还有它这个酥脆 而且又软糯的那种口感 它在味道上的那种变化 冲击是非常大的 它里面还放了辣椒 但是也不是很辣的感觉 这种辣椒跟成都这边的辣椒 还是说实话 在辣度上面还是没得比 它刚才放了汤汁进去 然后现在汤汁已经把这个 外面的那个表皮 已经给它泡软了 嗯 真的就是外出的韧 而且口感丰富多彩 它这种驴肉的那个香味 非常的纯和 而且很厚重 就你能够感受到它这种 驴肉所特有的那种香味 就完全去 给牛肉猪肉区别开 好吃真的好吃 你一口下去 要是心情一碰 它全部就变成那种睡眨沙了 睡眨沙之后 里面那种面皮的那个 韧静一下就出现出来了 然后咬破了层面皮之后 里面那个肉感一下就风发出来 然后让你瞬间就感觉到 这个肉的那种香味 完全就沾满你的口腔 把你口腔完全给 充斥着它的那种肉质的香味 哇 非常香 而且这个青椒在里面的话 实际上增加了一些别的风味 那种清香 然后带一点点的那种味蜡 希望我有一天可以到山西去吃到 他们本土的那种更专业 然后更丰富的那种火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